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爱荷华州一户风龙玉枯无泪,50万只蜜蜂一戏之间死亡,原来是因12岁和13岁的两名小屁孩打翻风箱,导致大批蜜蜂在寒风中冻死。 据BBC报道,蜂农恩格尔霍特、Justin Inglehard痛心表示,他们损失了6万美元左右,约新台币180万元,他还透露小屁孩把每一个蜂箱都打翻了,杀了每一只蜜蜂,而这种行为完全没有意义。 恩格尔霍特指出,小屁孩甚至闯入他们的棚子,把所有的养蜂装备拿出来扔在雪地里再砸坏,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被偷走,因为小屁孩不是偷东西,而是破坏一切。 由于不会有保险公司替风箱保险,因此蜂农的生计受到影响,美国民众知道此事后一份填膺,不仅网络捐款达到3万美元,约新台币90万元,还要求警方追查嫌疑人。 目前两名涉案男童都被逮捕,并被指控犯下三项罪名。